那候選聽過有些人他研究國經 他會說彌勒祖師來源的時候 是可能是很久很久 56億年後 那我們現在說彌勒祖明已經來到完結 那剛剛劉獎師也提到說 家瑟士者現在入定整了以後 彌勒祖師出事的時候他再來 所以在這些有些情況下不溢解 那我們到場的講法 然後跟國經理應的講法 有沒有哪些衝突的地方 那時候我們有需要跟你們解釋的解釋 好 請走 因為我們要知道 這個現象跟這一種真理 它是有某些地方的隔阂 有某些地方的不一樣 那我們為什麼會講說 有迷跟有字跟點物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現在是彌勒祖師掌天盤 雖然說還沒有這個以形象來 視線給眾生看 可是現在已經就是彌勒天 就是整個我們這個天盤 彌勒祖師在掌管 那麼在掌管之下 因為佛菩薩 祂就是以各種方式 各種形象 各種事情 來讓我們所有的眾生都能夠 去了解 領悟 到達 那個彌勒的那一個真理世界 是什麼樣的狀態 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就已經呈現了 不是說要等到56億年以後 因為我們不可能有那麼 我們這個身體百年就不見了 能夠留下來 就是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那個佛性本體 跟我們彌勒祖師的佛性本體 並沒有兩樣 是一樣的 佛跟眾生 佛性是一樣的 那既然是一樣的 我們就要去領悟 領悟到在我們這個身上 就有彌勒祖師的影子 我們就是要去發揮 彌勒祖師他所要辦的事 我們也當彌勒祖師的徒孫 就是你要去做啊 不是說叫你在那邊等等等等等 56億年以後再來做啊 不是那個樣子 是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佛他用各種不同的形式 不同現象不同事情來 启發我們 讓我們也能夠當下就了解 當下就已經是 不是在等那個56億年 因為我們要了解說 凡臣我們凡人 尤其科學家 都是以眼見為品 要眼睛看到才算 那我們就想 以現在人的身體 可以不用呼吸 不用吃飯 可以經過56億年 那已經是什麼 就是長住 那我們呢 要了解說 我們當下都已經是 長住 因為常住的意思啊 就是沒有來也沒有去啊 我們來從哪裡來 各位千賢 我們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 我們從禮天來 要回到禮天去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來啊 沒有來的地方守在 去也沒有去的地方守在 就已經是長住了 所以我們在講說 十四古今不理當年 十四就是過去是現在是跟未來是 那過去是又有三四 現在是又有三四 未來是又有三四 那合起來九四 加我們當下一念一四 這樣叫十四 古跟今 古时候跟現在 不離開我們當下這一個念頭 十四呢 古今 古時候跟現在 就在我們當下一念 一念之中既被萬萬年 所以五十六億年以後 也就是現在